娱乐中心综合报道秦凌谦深夜文铺交往始末 柯亦提出结婚 自己起初仍害怕不敢跨出 图翻 秦凌谦逗美脸书知名主持人廖柯亦行角节目层两 获得金钟奖 去年爆出婚便 与结婚九年的魏佩玉 距离婚 事隔一年 廖柯亦七日突然在宣布于TVBS主播秦 千再婚 消息一出震惊各界 但却出现前女友报 指控出轨欠钱 秦凌谦深夜发长文护航的王廖柯亦 钟还透露是男方提出结婚 那一刻自己也惊呆 秦凌谦认为 在感情中 女生示弱者 自己一路跌 壮壮 其实是很怕害接受婚姻 直到认识了11年的朋友廖柯亦 因为工作而联系上 进而猛烈追求 人交往后如同一般正常热恋的情侣 廖柯亦很地把自己介绍给身边的所有朋友 也很快地带 挤去认识他所有的家人 秦凌谦发声护航老公 柯亦 图翻射秦凌谦 都那Q米脸书然后因为弃和 因为很很多 他提出要结婚 不是说说 是一步步计划且成 秦凌谦说 听到廖柯亦 一直说要结婚 自己也呆了 也因为害怕不够勇敢 一直提出交往就好 需要在乎那张纸 但最后左思右想 认为已经很 人真的愿意把对方规划进未来 甚至还真的行 才改变想法 这么冲得义无反顾 勇敢爱我我明 不想结婚 但你还是坚持要把你的未来给我 秦 千感谢廖柯亦 他也相信遇到的晚 一切都会不一样 再次强调我们很好 秦凌谦全文如下 虽然是公人物 但还是让我们都先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 工作完成 再来回复私人领域 且跟大众利益无 纯粹让大家八卦嚼舌根的事情好吗 先说明 我 是帮男生说话 因为我一向认为在感情中 女生 弱者 尤其我也一路跌跌撞撞 我只说我知道我 到的事情 他的过去 可能被很多人喜欢 就像我 一样 他的过去感情 曾经也处理得不够好 就像我 一样 我们都曾经失败过受伤过 都各自付出过代 我们也都是公众人物 所以我们更懂 今天这些 情背后的真真假假 我想说 其实我很害怕再接 另一段婚姻的 直到他 我认识的他 没爆料那些 说的那么复杂 就只是一个认识之后 猛烈追求 跟我交往 要我成为他女友的老朋友 我们认识十一 了 因缘际会 因为工作的问题又联系上 交往之 就如同一般正常热恋的情侣 他很快地把我借 给他身边的所有朋友 包括演艺圈的朋友 也很地带我去认识他所有的家人 然后因为契合 因很多很多 他提出要结婚 不是说说 是一步步计 且完成 因为他知道我很怕 我不勇敢听他一直 要结婚 其实我也惊呆了 我甚至不止一次提说 门交往就好了啊 何必在乎那张纸 但我左四右 到底现在还有多少成年男女 尤其婚姻失败过的 还敢愿意再给对方承诺 而且真的做到 多数都是交往 承诺 发现不合 分开 分开的漂亮 或分的不漂亮 在这样的轮回之中吗 还有多少人真 愿意把对方规划进未来 而且真的去做了 而且 门两个都是公众人物 如果他真要玩玩 更不需结婚啊 尤其我还曾经拒绝过 也提过不要结婚 如果他真要玩玩 更该知道 娶我迟早会被公开 是死路一条 他更不敢之前带着我 参加所有朋友的聚会 去见他的父母 因为也真的没这个必要 还是只能说 谢谢你这么冲的 义无反顾 勇敢爱我 我明明不想结婚 但你还是坚持 要把你的未来给我 甚至不想再聚少离多 改变工作形态 改变许多以前的模式 我相信 遇到到晚 一切都会不一样 那天你 你就会知道 对 不是别人 就是他 他 所以 我们很好 谢谢大家廖柯一